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现在收看的是 Talking Point 我是奇迹 我一开始的时候在台湾做的是综艺类的技术 如果有大学生文的 综艺蛮很大 他的文章就是 藏起来了 然后就 半大小小的 大概是电视类类类类类类 都有设计 然后小的时候是七岁开始学到 然后试过很多种不同的舞蹈 高级的时候就讨论去表演演员 然后回到台湾的女士继续的 就这么说 现在有机会认识的朋友 然后来到香港这边 刘中华吧 我觉得台湾的女孩子都很喜欢她 我们那个时候有 但是我已经讨论过说 在朋友里面最喜欢的男女女士 一半以上的朋友都是最喜欢的 我觉得只要跟她演她什么 我都很开心 在国内比较重视的是 这个人的个人所属 就是她很注重生开心 表演 甚至声乐开心 近期表演的都要回 而且 北京那边会倾向于开门式的演进一点 她会希望女生是 快一点 开心一点 那在台湾她会希望你是那种小亲戚啊 像看的那些年小新鱼 都是那种很亲戚的校园来的女生 然后包括化妆师的妆法也不太一样 香港这边我觉得会比较喜欢日性一点 可爱一点的女生 我觉得喜欢在香港逛街 然后香港的那个 脆瓜里面的那个 鲁鱼 有多多的 个面包也很好吃 我觉得香港是 吃得多 然后逛街也很好 非常喜欢吃 很喜欢去找很多美食 台湾人很喜欢开队 如果有一家小吃上完西门 但对大台差不多 不論是在花蓮還是在台北的人都會跑到那裡去 我覺得內地跟香港是相的 內地跟香港的男生都會去玩很像 覺得生了一個男生要自己娘子娘 台灣的男生比較 比較適合那種大女的處境 我回來就很沒什麼處境 我比較希望別人掛望 中文字幕提供